本周二,美国总统唐纳·特朗普,在一次采访中,透露了关于空军一号的一些细节。 波音公司正在为美国国防部制造下一代空军一号,以取代美国总统所使用的两架喷气式空军一号飞机, 同时,还将放弃飞机的传统配色方案,转换采用红色、白色和蓝色。 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的空军一号,通常指的是专位总统设计的飞机,始于约翰·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期间。 目前的空军一号,已经有30多年历史,而且一直被涂成白色和蓝色的标志性混合颜色。 据悉,空军一号为两架,一架为总统的专机,另一架伴随飞行。 最新的空军一号,属于全新一代的波音747总统专机。 美国国防部表示,这些飞机预计将于2024年12月完工。 2016年12月,当时先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唐纳德·特朗普,在社交媒体推特上,对空军一号的告号成本进行了批评。 表示如果超过40亿美元,那就应该取消订单。 最终,美国国防部与波音公司,达成了一项价值39亿美元的合同,以建造两架新一代空军一号。 这个成本比唐纳德·特朗普的预期要低一些。 特朗普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,他为该项目节省了15亿美元。 特朗普还表示,他认为新一代空军一号采用红色、白色和蓝色的配色是合适的。 据悉,新的配色方案与法国、中国和俄罗斯官方喷气机的配色方案相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